老板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有一定的影响 有女朋友吗 嗯 有的 回去怎么知道 可是我准备已经要分手了 明天过来上班 老板你好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 老板你的身份证信息是不是写错了 你明明只有18岁啊 老板你的身份证掉了 明天再上班 总计交公司里面喜欢影子的影响 今天我们来大家吃饭哦 老板按照你的夫妻下位移的旅程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好的我知道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订第三单机票啊 这是给你和叔叔阿姨准备的 不要整天忙着工作 花点时间 给他们出去走一走 老板我要请假 怎么又要请假 给我一个理由 我感冒了 就这样吗 嗯 因为我一记得你我就没有抵抗力啊 老板王总的方案我已经改好了 你怎么又在下巴 麻烦你看一下这个方案吧 你看什么方案快点啊 帮我回去 老板现在外面雨下的有点大我想等一等 好好的车拍回事 主要不是天气的问题是我家里今天没有电的 我隔壁还有一块房 你过去住 这是我老板 他说他想要谈恋爱的 要求不高 他说是个男的就行 限你一个星期就得给我找个男朋友 要不然明天别来上班了 老板我到家了那我先上去哦 哎等一下 怎么了老板 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人事好看还是我好看 当然是老板最好看的 老板可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生的 好的我知道了 好那老板那我先走哦 哎我的水杯去哪 老板我的水不过去哪 老板老板老板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终于也在广州买房啊 恭喜你啊 可是你应得的 可是老板以前选我穷的前女友 今天突然间说要回我复合 你说我要怎么办 你要还是多买几个人 啊 为什么啊 让她把 fragments定 world 让她把程度垫高点好好想一想 现在呢你 她配得上吗 有多少时间 百度更多 为重的飞 一 Será